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刚刚直到9月24日这个星期 这星期来说它的销售量仍然在创新高 仍然是新势力的冠军 所以如果你将由9月1日至9月24日的总数加起来说 作为一个Provata计算 其实它9月份的销售量在10月3日公布的时候 应该是会再创新高纪录 但是刚才你也说到 比亚迪的销售量似乎是立了一立 似乎好像回肚了一点 所以在同期的时间 下个星期如果你说比亚迪再公布的销售量 它有机会是创不过新高纪录 所以这个消息来说 我相信今时今日是看经济通的观众 是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个资讯 其他香港其他的传媒暂时没有人 是可以让你更早接收到这个资讯 刚才我所说的销售量 就是一个市场的实况 但是在投资市场上 不只是你的数据 是可以Dominion your股价走势 还有其他的消息 在过去这两三日来说 为什么理想突然跌一跌呢 是有两个消息引致理想跌的 第一件事就是大股东王兴 王兴是减持理想的股份 王兴之前来说 在这个第一季都已经有减持股份 但是他第一季减持股份的时间来说 大约都好像不知90元左右 第二次减持股份的时间 就大约是160元这个水平 这个150多至160元这个水平 所以这个消息是令到 因为投资者突然之间 都担心了 会不会大股东 趁这个股价这么漂亮的时间 就会再沽一些货 但是回看过去这两天 就没有王兴继续再减持的消息 第二个消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在三日前来说 就是问界M9这方面公布的消息 就是说M9将会在12月出龙了 而在这个华为的代言人 蛇大口 他的花名叫蛇大口 就说明 他说M9是用来打理想的L9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的时候 人们就担心了 因为始终华为这个品牌来说 在中国也是很出名的 华为帮M9、M7和M5以前的销售 都要有一定的知名度 所以蛇大嘴突然间说这番话 都有少少影响令 令到人们担心 意死了 以前来说 理想曾经在大约三年前 都曾经因为问界的出龙 令到理想的消息量突然间是变了变的 所以今次他再说一说这句话 是会令到理想的股价 短期售额是不出奇的 所以这个因素是令到理想的股价 为什么在过去这两三天突然间 又由155元跌到135元这个水平的 第一只狗最好的就是什么呢 藤世D9 性价比No.1 没得说的了 第二来说就是这个叫理想L9 理想L9来说 你看到和这个藤世D9 每个月都可以卖到一万架 这些NPV 其实你的big even point 大约来说 理想和藤世D9来说 大约每个月六千架左右 就过了big even point 但是你过到一万以上 就肯定有钱赚 如果你说在一万以上的量 经常徘徊 其实你是淡淡欲的 但是你说说到另外一只 就是小鹏的G9 小鹏的G9 上年6月 他出的时间已经说过了 性价比是最低的 所以G9由上年出的时间 讲就讲说 订单两万多架 由上年出的时间 但至今年的年终 他加上累积 都得了一万多架 可想而知 小鹏的G9 是输到一文不值 当然了 这一文解的M9 你看一看他 虽然你的尺寸很大 亦都宽 但是呢 其实和藤世D9 是不相伯仲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大极 M9 你都叫做六个座位 藤世D9 是七个座位 你怎样要比呢 你的起标价 差不多到48 49万 你如果再加上配件 是在说50万 50万 很多的MPV 都不得你选 Benz 宝马 都可以你选 我为什么要选 你的文解M9 记住一件事 文解M5 M7 你的前身 是由电油车 前身的经验 突然之间 一两年 要变化新能源车 本身以前来说 你是完全没有经验 你不跟比亚迪 比亚迪十几年前 已经做新能源车 所以今时今日来说 你做到这个藤世D9 还有 藤世D9是谁做QC的 是德国Benz做QC 德国Benz做QC 你有没有信心呢 一定是有信心 它定价 给你文解M9 便宜那么多 还有它那个车楼里面来说 坐七个成年的德国人 六尺二寸高 坐都坐得很舒服 后面还可以装五大个行李箱 你看一看来说 性价比绝对是打倒M9 所以如果你要我选 是没得搞的 在四只狗里面来说 M9的性价比是最低的 记住一件事 文解在这个新能源车 经验是所有狗之中 它是最少的 所以经验最少 品质我都不知道 你信不信得过 藤世D9 起码有Benz做QC 对不对 所以你价钱比人更高 需不需要选择呢 不用选择 所以M9来说 性价比绝对排大比 无庸置疑